大陈志豪 游大东 水晶球水晶球水晶球 我又见到游大东了 又要找个预测一下 因为他每个星期讲完的东西 总是一件事大大的 好了 上个星期跟你讲完水晶球这个Tyson Yoshi 其实你的水晶球就是很多时候那个星期 就是讲的人物或者那件事件就会发到很大 但是其实通常有几个月前 甚至乎一些以年计的一些你的文章里面 都已经露了端倪的 但是今天我们带大家跳一跳去台湾金马像 这个又是你的水晶球的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常常都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很多时候 在你这么久之前去写的一些人物 或者去做的访问也好 为什么你会有一个这样的直觉 是会觉得这个人或者这件事 会变成一件好像今天金马像的样子 有机会有可能性 是吧 嗯 其实我觉得 其实就是像你所说的 真的是直觉 但是我觉得要 你看他的演出又没有心 还有他那个人本身是不是特别耀眼 就是我今天 你知道这段时间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James Bond 然后大家因为 Daniel Craig 最后一集 那我本身是一个超级的 007 粉丝 就是我的样子完全不觉的 但是我爸爸导得我这样的 然后大家 我今天不知道在哪里 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我的朋友 就分享 就看回不知二十年前 因为 Daniel Craig 是十五年前开始做 007 他说 哇 当年谁录下20年前 Daniel Craig 那些 样子衰衰的那些照片呢 他自己就说 哇 到底哪一个人能够 看得到 Daniel Craig 他的魅力 你想想 现在做 007 你想想 我小时候开始看 由 Sean Connery 到 罗子摩 到现在 其实我真的觉得 Daniel Craig 已经是有些 和 Sean Connery 和他两个差不多 甚至是重新再塑造 007 那么你二十年前那时候 你哪里会猜到 那我想可能就是 有点点特别的感应 我回答不了你 我又不会说自己 喂 很有眼光 我又不是 但是我又刚巧得这么巧 应该这么说 其实 过去这十年 因为香港影视娱乐制作 其实都走下坡了 曾经走下坡了 那你真是能够有机会想的 或者在一个行内出现的新人呢 其实十年 我估计过去这十年 就是2010到20145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很多 然后那时候我就 因为我有段时间是做 做100部 那么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去访问 跟那些电视有关的电视人 那么在我当时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状态下 我一定是找新人做的 然后呢 我就不知道在哪些渠道之下 就听过一个人叫柯维林 这个人其实就是在《点五步》里面 就是作为了解智的学生 他叫牛屎 其实当时我就不是特别熟他的 我就知道柯维林 就是老人家的纪红 说他的爱情故事 那么他就回忆备份 就和另一个女生叫郭尔军 就一起扮演六对六个个案 就不同 就每一集都不同的角色 很抢眼啊 你知道柯维林本身都不是 你不可以说他不英俊了 然后呢 是直至 然后我就那时候已经是有写他 嗯 然后呢 直至到最 我想应该是2019 就是《斯洋斯达》陈健安 有一个叫做《再错五的宇宙寻找我》的MV里面 他和陈健安就是 饰演一个互相暗戀对方的男同学 这个MV是我看了很多次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导演 Maggie Leung的superfan 然后Maggie Leung也跟我一样都是 有一些经常都是很喜欢 捧一些新人 就是帮他写一下闻 找他拍 就是我就帮他帮他写东西 介绍他 而他就找别人去演MV 那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你不到 我纯粹就是觉得这个儿子 我是觉得他有一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东西 我说不到 我总之就是觉得他在坊间 其他平台里面 我看不到有其他人 好像他那么有魅力 可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奸又得 他善良又得 他走可爱路线你又不会觉得嘔心 他是很全面的 然后我就会 因为基于对这个人的好奇 我就会想和他做访问 直到我去年终于和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访问 其实在100号那次都是我邀请 但是不是我负责做 anyway 然后所以你想想 那时候我甚至试过在我的标志上做过一些叫Artist of the month 就是每月的焦点推介新星 阿维林是其中一个 然后 所以我昨天呢 你想想想 你知道昨天金马掌公布提名 我是开心到 因为我在剪头发 因为我本身又认识阿维林那个经理人 是 哇 接着呢 我们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他自己又说他在做肌肉 我就自己有自己的头发 我们又动不了 但是我就全身起了鸡皮 因为 很开心 因为 阿维林是凭这个续水漂流 他就是入为了 今届这个 第六十八届金马掌的 最佳 男配角 那么 最佳男配角呢 其实是 竞争 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根本男主角就是另一个 很大 其实男配角其实也都是要 争 亦都是欠崩头的 然后你看回今年其实就有 其实就是除了阿慧林之外 也就是有谢君豪 谢君豪也是在《续水飘雷》里面其实是有演出 另外就是 总之就是我自己就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是觉得 阿慧林你终于被人看到了 其实因为我去年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有提过 就是说其实《续水飘雷》里面那个阿慧 其实几乎是没有对白的 他完全几乎是没有对白 都是靠心理语言眼神去演 因为其实他是有那种失语的状态 他的角色其实他是演阿叶堂的 然后到今年真的看了 今年因为他4月才上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演得很 我觉得以一个新人来说 其实他真的一点都不失礼 或者其实他已经迟了拿这个提名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能够见到他成为这个金马掌的 最佳能配角 最佳能配角的提名 我真的相当之高兴 因为我是觉得其实香港的演员 其实他自己都已经有回应了 他说其实因为金马掌这次《续水飘雷》是22项提名 很厉害的 是整个金马掌今届最多提名的一个电影 就是一套作品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就像他所说的 真的 香港电影真的有他的价值 以及香港的演员真的不是差 那我们也要讲一些其他他的竞争对手 第一就是鬼扯的刘贯廷 刘贯廷其实在台湾是相当相当之好 其实他跟许光瀚一样都是来自一个program 叫《直剧场》出来的 他真是弹起的第一部剧就是《花甲蓝鞋转大人》 那个蓝鞋就是盧广族 他也都已经是拿了金钟奖的《最佳能配角》 然后他就立刻下年已经立刻提名金马掌 然后他又再提名金马掌的《最佳能配角》 然后再提名金马掌的《最佳能配角》 他去年已经入位了 你说的盧广仲是不是以前歌手的盧广仲 是啊 然后盧广仲还要靠《花甲蓝鞋转大人》 是拿了《金钟时帝》 所以你想想 《花甲蓝鞋》是那年很厉害的剧 而刘贯廷就是 刘贯廷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potential 我又很爆喜欢的新演员 他的密度是 他可以一年在台湾是同一年 就好像有七到八套上 然后有很多套都是可以的 然后他是连续很密集式的 是提名金钟奖 提名金马掌拿完 然后再提名金马掌的影帝 然后另外就是马智祥 另外就是龙兆华 就是刚刚过身的龙兆华 那你想想 其实这个竞争其实都不可以说弱的 因为你想想 邪君豪 我要说一下邪君豪 在《燭水飘流》的角色呢 他就是一个白夜 然后就露宿街头 哇 你真的以为他好像是以一个什么状态呢 以一个躺在街上三年的状态 来和你演这个角色的 那么我就会觉得 哇 我觉得就算我自己心想 就算我心水里面 就算邪 就算邪为林拿不到邪君豪 很大机会都 我依然是邪为林高兴 因为我真的想告诉大家 香港很多新世代演员 其实是真的 是很出色的 只不过是真的没有机会被人看到 是直到今次 但是大家终于都因为有这个提名 大家好像把那个光灯 好像放了下去其中一个他身上 我们很多 我自己很多朋友都很开心 很兴奋 而另外你也要看回 其实另外一个另外值得高兴的 就是《时代革命》 就是这个 周冠威 上街的纪录片 那大家就肯定是期待着 到底下 他会不会有机会 我不知道 就是会不会其实最后都是他拿奖 那意义就很大 那 但我都没办法看到这部电影 所以我也没什么 没什么不同的 是的 不过我自己也都会 另外觉得其实譬如 我们不如讲讲《组织飘录》 哪12项题名入围了 就是最佳剧情片 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李俊锡 影帝就是吴振宇 吴振宇又是基本上 吴振宇又是那种 和你死过的演技方法 去和你陷阱 哇 真是很厉害的 吴振宇 你看了是不是 我看了 我很大感受 因为其实它是基于一些真实的过往去改变 还有整件事的控数是很强的 那个张震这些 好像他旁边那个位叫 是不是周仁石 其实邱振宇 邱振宇 其实最佳男主角邱振的当男人戀爱时 我有看过的 他的演技其实是无不至意的了 因为其实早在两三年前的《谁先爱上他》 其实他应该要取的 但是他就输了 我觉得邱振宇 如果你要比的话 我反而是觉得 吴振宇 机会都有 因为其实吴振宇 上一次 我猜 因为香港金领奖就是要出片才有 上一届就是 本来我都以为易留大叔 吴振宇是可以的 我以为他可以的 那年谁得了 就是抽身歌 哦 伦乐人 那你想想 喂 大哥你看完易留大叔 我都很开心 因为我是振宇粉丝 三哥粉丝 但是你看完抽身演员的人 就没办法 真厉害 真的没办法 真是抽身 真是完全是首度男 架兴就熟 然后你也要留意 今届也是柯振宗的提名 其实我看回台湾有一些评论 就是柯振宗的演技都不错 作为这个被点名 被大陆点名的25个劣迹的艺人 其实他现在拿到这个 今晚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我想其实他都还得神浪 那么 至少留在台湾 不用常常挂着回大陆做的 是的 然后另外最佳类破格就是李麗珍 最佳改编剧本就是李俊石 最佳摄影梁炳佳 最佳造型设计就是潘艳森 最佳原创音乐就是黄演人 原创电影歌曲都是黄演人 另外就是最佳战緝 最佳战緝就是麦希恩 哦 导演 OK 那麦希恩他的才能 其实不需要说的 十年前的烈日当空没有得输 就是他是有他的才华 以及就算去到早几年的 早两年的《花椒之味》 其实他也都是有 展示到他的才能 所以我 这次他是做剪接的那里很厉害 剪接 剪接 他是一个监制 是 你不是说日落吗 日落那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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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小孩就这样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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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麦希恩监制 接着那个导演就是他 鼓励他去拍的一个这样的故事 但是我想你刚才讲开那个南配角 你看到阿伟南 是不是 阿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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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带我们 因为香港的观众 可能就是我们海外 就是没有追随得那么贴 那他在香港呢 其实未去到这一出电影之前 他是在做什么工作 而令到你这么留意他 他是做过什么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篇文 一篇长文 其实是说他 就是说他由大学时代开始 知道自己想做 就是本身他想着读大学是做导演的 然后后面转转间就做了演员 那我可以分享回 在那个IG给大家 叫大家看 你几久之前写的这个IG 去年 对不起 是去年 其实我去年做了两个 做了个访问 分部分一和二的 部分二是一直都未出的 哇 现在就是因为他入围了 我就会出了 其实那篇文章就是 主要是简介他 读了大学的时候 他得到的零 就是为什么他中途最后 都是没有再读 然后走去做演员呢 那其实他有 他最初都是 因为有人试镜 找他试镜 因为你知道 做得创业维大学院 那一定很多人 就是好像演艺那样 一定是有人找他试镜 那么他就帮忙 就走去做Casting Casting的时候 又做了一些限角 然后就是他 他本身就是参加先浪潮的作品 就是《如武喜史》 那么他就飾演个学生 然后呢 接着后来他 他当时的说法就是说 他2013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他本身对角色的情绪 拿捏完全没有概念的 但是后来经过导演 很多次讲解 试了几次 他开始对于各个演练的角色 就有感觉了 那么突然间他听到 导演说 试镜 他就好像觉得自己 起了个机会捉电 那样很开心 那么他就好好记住这种感觉之后 他就提醒自己 似乎目前是他想去的地方 然后跟着就 他因为经常都出Crew 拍摄东西 没有什么理由GPA 那么成绩就 就是选不了他想要的课 那么然后呢 他就转转间 他就真的走了去 因为他读了太久 因为他读了很多 就是那个 退学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想读很多本科以外的科 读得太久 那但是读了太多 还算是减少 就是爆了Credit 爆了Credit 就是没有一个专科的 对了 爆了Credit 然后呢 于是他就 他就说呢 他读了总之 第5部上映的时候呢 他仍然在读书 但去到2018年 他就正正式式 拜拜 然后他曾经跟在2018年的时候 他真的正正式式做全职演员 他同年就跟林耀星、吴凯欣、余香盈、 谭线盈,他的老死谭线盈 梁雍庭、李任申、顾定天、冯海若一抽人 就进了去金像准备一个叫声势力的project 就是流天难做形象指导 然后已经视博览他们的样子 有出了一本书仔我都有吵的 然后去到那时他自己就觉得 开始有少少告诉他在做些什么 当然其实欧蕴凯欣一直都是会 你之中是新进演员 你又要找机会一定是拍很多港台的单元剧 短剧、MV 然后刚才我跟你说 陈建安的《在错误语中寻找爱》 就是其中一首 另一首更加爆令到他真的更多人认识的 就是Dear Jane的《银河修理员》 他的MV就是因为他有份演 结果又红一点 然后其实他也有拍过少少ViuTV的剧 例如《三个鱼三》 分内情也有 但其实最令我深刻的就是2月29 去年大家说2月29 其实他就饰演一个角色叫Jonathan 他有一幕主要是说 吴凯欣无意中穿越了他的未来 然后发现了他的朋友过了身 就是他知道原来他的朋友又要死在未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老公 他老公就是埃维林 埃维林那幕是演得很好的 那就是很好 他拿捏感情或者他天生就是有那种天分 那结果我自己会觉得 其实他当年最后选择不做幕后 他选择做幕前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其实他真的是有魅力的 所以我自己就 我现在说一下都说得很开心 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其实他能够拿到金马奖 就算只是拿提名 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认同 因为基本上已经等于 入了为7年的金像奖的最佳南威国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呢 看到他最右边那位前辈 龙少华 龙少华 那这一个前辈呢 台湾的地位很高 很高 我看过他演戏 他也有的 他就是做刘冠亭老爸 他在这剧里面 他是做得很好的 然后很好笑的 就是那一年呢 我不是说劳广仲赢了金钟是帝 那一届就是他赢了龙少华 然后龙少华是有点不满的 然后到最后之后 龙少华又拿回 所以基本上他又走得很突然 就是他突然间就过身 那但是他是演戏 他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是龙少华拿的 因为你 因为是一个赌兰 又或者是 还有我觉得 都是排队的 其实某程度上 你知道世界的 所谓奥斯卡也好 金马奖也好 如果没有一些电影颁奖例 其实很多时候 虽然你看到一些去到那一刻 你就会看到他有机会拿到 而是拿到 应该是轮到他的 你想想其余 就是说真的 他年纪很年轻 就是欧慧林 欧慧林 那你预测一下电影了 你 不过就没看完 很难看完 没看完 不过我自己没看完 我是回答不了你 因为我只是看过《绿水漂流》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找来看 因为《绿水漂流》是很 会不会很厉害的 嗯 少少 难免的 难免的 难免会很厉害 而且控诉感很强 其实其中一个对白的 总之就是吴振宇 他本身是露宿者 那他就 其实是真实个案改编的 就是说冬天最冷的那一天 突然间食环 就清走他们露宿者的那些 物资家当 那然后呢 吴振宇就死都说要 控告政府 那其实他就是说 他有一个对白很出名的 就是说 现在做错事不用道歉啊 我就是要他道歉而已 就是我就是要他道歉而已 就是要政府道歉 做错事不用道歉啊 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控诉 那结果当然是很哀 但是 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说 嗯 就是没有 你香港就是会有这些这样的 就是你会有很多 感受啊 就是不只是想起这个电影的 是的 不是想起这个故事 也不是想起露宿者 而是有很多很多 过去这两三年 社会发生的事的一些乱想 那你已经很厉害的了 这一部电影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 他没有剪走过一段 你记住啊 现在又有新礼嘛 对不对 就是现在这一部电影可能是 就是你知道 如果还没有在香港上了 那当然提名 那就沿吐过去啦 那你又看到就是 就是现在那个玩法 或者是那个写剧本的方法 那这些的确确是一个露宿者里面的控诉 也很正常啊 你纯粹看这个case 不过你刚才说了 那么多联想里面 你知道啦 现在做电键那个冠来的嘛 就是他都会有时候会看到这些东西 喂 说做错事不用道歉啊 那你知道可以被演绎成为另外一样东西 而被人就是剔除的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些出来的 那香港这些上了没有这些 上了的啦 今年上了的啦 俗水表里面上了是有人说的 那 那 那当然不会够其他戏劲啦 因为他都真是偏门嘛 就是都是偏门 和其实 和其实大家都好像很抗拒一些 很很沉重的戏 就是我也都很明白的 但是我会觉得 Anyway 就是 你拍香港戏在金马掌先啦 静言 其实香港很劲啊 其实除了《续水标流》啦 除了《时代革命》啦 另外就是呢 其实陈果的电影《鬼童李柱》里面 是获得最佳原著剧本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最佳动作设计的提名啦 《任合》和《临心执道》的《少年》 就获得提名这个最佳新导演 最佳剪辑啦 陈汉欣的《巴基之诗》 就获得提名这个最佳短片 之前呢 拿了这个《柏林影展》的短片 《金钟女掌》的唐藝的《天下乌鸦》呢 就是入为这个最佳剧情短片 也都很顺利成章啦 连《柏林影展》也拿了 那就是啊 然后呢 张小达也都是憑着《极夜》 入为这个最佳动画短片 就是说 其实 因为现在你知道大陆的电影是 基本上不能参加《金马掌》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香港的电影是会有些优势 因为其实过去几年都是台湾片为主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 经历了很多年的低潮之后 其实你会见到那个新势力上 不是真的只得电视 也都不是只得音乐 其实电影 我们其实都没有 我想其实业界都摸索了很久 因为你知道有一段时间 大家常常都会投诉的嘛 就是好像说 哎唯唯唯啦 啊郑敬基拍了一部新戏啊 其实都不行的 不过算了 在外面我都是赞好的 就是有一种群众的压力 就是好像觉得 是啊 本土东西真的要支持的 但其实有些东西你真的不好看 你就是要讲的嘛 那这件事情 我想香港是已经经历了一段 颇长的时间的摸索呢 那开始终于有一些好的出来 那我希望那件事情 大家都是那句 无论世界变成怎样 都不能够放弃创作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样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都是那句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去做 好啊 喂啦 这件事情呢 跟着你的水星球啊 那多难得 香港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转变啊 就是电池上高 喂 怎样算 那其实呢 我真的问问你 这件事情真的 我真的看不到 就是 我是真的担心到 是吗 我觉得 其实我今天都写了一篇文 不过这个我都可以再说 其实呢 我觉得 因为其实都很多事情发生的 我都没想到拍电视频这么多事情发生 其实呢 最初 应该是礼拜一了 电视红科就发了一个内部电邮 是 就说呢 其实他们会开一个全新的公司 新的独立公司 去专责管理ViuTV的艺人管理 和他的节目 那因为其实 现在ViuTV的艺人管理呢 是属于大国文化的 就不是有个叫ViuTV艺人的公司 所以现在老辉就坐在那间新公司的CEO 那我觉得都很合理 合理啊 这个是啊 很担心的呢 哇 郑善强又走进去ViuTV做顾问 然后杜芝克又走进去ViuTV 其实说真的 杜芝克呢 9月初离开TVB之后呢 是坊间传门说他会过档去Viu的而已 但是呢其实都是没有人有官方的确认的 因为其实之前报纸是有写过都 他没有拿电影的回应的 那直到是这一封内部电邮呢 就终于confirm了他的身份 就是在ViuTV 即是黄Viu 对不起 黄Viu是黄Viu 和蓝Viu是两个东西 它是黄Viu负责ViuOriginal 即是黄Viu的原创剧集 有什么呢 就是韩剧的 就是包括月星之光 还有就是包括现在上进的叫做红天机 都是黄Viu在海外的投资 和其他电视台合作 乱制作的剧集 那因为两部剧 我也有写过箱 我知道 那其实你都知道 我觉得 郑善强很难回答你 但是杜芝克呢 我今天都写了一篇 我也有帮他少少有平凡 首先呢 他不是过档 OK 他是回去 因为其实呢 二零零几 其实呢 他入行三十年 嗯 其实他有做过压士 有做过商台 那人头也有 其实也入过电营 其实在0809年的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是在NOW香港台 和NOW101台做很多东西 NOW香港台包括了什么 这些节目是《一个地球》 是吧 那些其实是很有名的 其实熊永诚 那时候也很好做的 另外2011年有个很重要的节目 就是NOW101台做了一个节目叫《禁钱》 哦 他呢 因为当时他是101台的副总裁 而他在香港台的时候的职位 也是NOW香港台的副总裁 也真的是台长 那就是说 那边的好的节目 其实他也有份说事 那么禁钱还要是突破了 不只是电视 收费电视这么简单 他是收费电视 电视 电视 还有online 因为他是透过那个 按remote的选择 按remote的选择 是的 那其实是靠Internet 那其实他是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东西 OK 那然后 那现在他去了目线 又回去 其实他是回去黄妖 那你想一下 其实他是主打做剧集开拓 那他在TVB 一向都是在做这一样东西的 你想一下他未入TVB之前 其实TVB哪里有这么多 叫做合拍的剧集 我觉得 我的想法就是 其实 什么人入什么台 就做什么的 或者是什么台 请什么人做什么 OK 为什么 为什么杜之黑 在Now TV 或者在有线 其实有线 其实有线的那些活得狠之味 都是出名的 我就不说他在有线电视 他当年在亚洲电视 他做了些什么呢 1995年 他是主力说要买纳不小心 买进来香港 然后就打倒了勁歌金曲 那就是说其实他是 眼光 他有眼光的 然后你就想 那为什么这么厉害 又在Now TV 又搞了这么多钱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 每晚真的 有人说 因为那时候他主要是 要帮101台吸客 那你做一些 一定要看这个台的节目 就一定是可以了 好了 然后你就问 为什么他到TVB会这样 到底是人的问题 还是台的问题 就是我就会有一些思考了 就是所谓 什么人进什么台做什么 或者是什么台请什么人做什么 这件事是可圈可点的 你余泳山看《亚视》够劲了 是不是 今天看真一点他有份搞的 那为什么辰转间去到TVB 又这样呢 就不滑滑地 好了 导致黑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很多传闻的 TVB 那进去 其实你想想 不懂撒娇的女人 作为全TVB 甚至是全香港第一套 4K单镜头制作的 叫做高质素剧集 因为画面真是漂亮的 是导致黑拍板 说要做促诚这件事 其实他某程度上 既提升了香港危人 在内地的曝光机会 因为有合拍剧 然后也都提升了香港电视剧集制作的器材的质素 那为什么现在好像突然间 因为他在TVB做完之后 就会突然间整身臭档 然后好像过到ViuTV 大家都很担心的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TVB台的问题呢? 你记不记得两三年前 汪娅姐曾经在台庆班长里面一开播 没那么多山头主义 没那么多山头主义 那TVB的山头主义 直接连续汪娅姐都顶不住 要开声说 那会不会是本身有一些很厉害的人 进到电视台 就好像我猜了 杜芝克就算他真的很聪明 他在NOW TV做到 他在亚视做到 他可能在Cable也做到 去到TVB他就做不到 那又平反了 对啊 这个不懂杀娇的律人 当时是香港的话题 是啊 那时也很多人觉得 这一齣戏里面的剧情 包括那时林文龙 走回去拍这一齣戏 其实我觉得杜芝克的角色 是一个contract staff 哪里给他有一个弹性多一点的地方 其实他逢我那时还在TVB回去 我看到逢杜芝克所做的 所谓的合拍片也好 外面的一些独立制作 他就提供外面的crew 每一个TVB借回来的厂 虽然用TVB的facility 那个厂他都做到好像很电影的 那些crew呢 就是厂里面的化妆间 是不用走出去的 是在化妆间里面 是啊 那不是全是化妆间 是在厂里面的化妆间 还有他们的打灯 吃饭 是另外一种吃饭的 就是好像比较一个 就是很注重演员 就是给他们有八个小时睡觉 那些剧 而且那些演员进去 有一些电影的演员 都去演他的剧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很 当时很希望拍到《杜芝克》 还有你说《不懂杀娇》的女人 里面的监制 是我以前《烈火鸿心》里面的导演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 就是 是不是关全明 是的 我们叫他做Anthony 那他呢 就拍的时候 哇 原来出去了那时候 你知道杜芝克找这个呢 他全部是HKTV的导演来的 是 就是TVB走出去 其实所有在《杜芝克》 你现在这么说 我就觉得哇 就是对了 最初就这么看见 说TVB翻行 不是哦 原来你一这么说 我就想起一抽里面 杜芝克的制作呢 其实全部都是一些 比较有创意 自由度大一点 在一个这么限制的地方里面 是一个最大的弹性 不过怪不得那时候大家的山头就会说 哦 你拍这个杜芝克呢 那你就不要拍 珍姐就说我就不用你的了 就是由这个 珍姐 珍姐不高兴的嘛 为什么珍姐不高兴呢 因为 杜先生呢 江湖全文呢 我就不在现场的 江湖全文呢 就是说 杜先生呢 都说就是 Felix都说 我们这些是优质劇 ok 就是是good quality的 真是很不高兴的 那怎么说那些劇是交剧 那你就知道 不是4K 不是4K 但是你想一下 就算我觉得TVB 就是大家可能对TVB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杜芝克有负评 是真是单纯是因为TVB的原罪的话 我觉得大家看的就很不客观 因为这个问题是 其实可能杜先生都知道TVB是有很多问题 但是他依然都是在 这个问题之下 他尝试去拿一些 希望做到一些新的东西 都是叫做做做开个孔 让多道光射进来而已 那我不是帮他 只不过来看看事实就是 他真的做的东西是其他人做不到 譬如你想一下 这个我不讲也讲完了 那些人不是经常说 为什么外回家之开心速递 为什么拍了这么多集都不舍得停 那其中一个分析就是说 有人问我 那你知道这里外回家之开心速递 是哪个派系的? 珍姐 珍姐 不就是了 为什么珍姐要死拍难拍? 不就是用来彰显她的权力 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霸了地盘 我8点是我的 因为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 真的不是外购剧 就是合拍剧 基本上真是没有剧 只有开心速递 那结果这些可能是TVB中人 或者我都要听不少人说 我才知道 所以我觉得 某程度上 我觉得她离开 直到之下她离开TVB 可能就是完成历史使命 又或者可能甚至难听些说 是不是拜走 Anyway 我觉得她是不是去回王Viu 而且其实王Viu 她现在又没有说拍香港的原创内容 她不是就是和外国合作吗? 那她拍韩剧 我想说 红天机的画面不是小事 其实月星之光的画面不是小事 大家可以去看王Viu看看 那我自己会觉得 是的 我觉得大家先看清楚一点 这个王Viu 是什么时候分出来的? 王Viu已经出来了几年了 但没什么人留意 为什么呢? 《南Viu》很厉害 1999之后 其实王Viu的平台 其实它是主打一些 其实它是2016年开始出现的 那其实它的性质是有点像《MyTV Super》 也有点像《Netflix》 那它就会买一些外国的剧 即是紧贴当地播放 那其实王Viu最厉害的 其实王Viu相比起《MyTV Super》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动画 它的动画是很多的 即是那些什么《Jojo》那些呢 那些《火影》 《火影》好像有 接着还有《鬼灭之刃》 也有得看的 《鬼灭之刃》也有得看王Viu看的 然后它也有韩剧 太剧 大陆剧 然后《大叔的爱》的日本版 就是王Viu播的 所以那时候 那是否相当于像《TVB》的《J2》那样呢? 又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其实现在《J2》讲真都是慢 就是《J2》 我觉得它供的市场 你可以说类似 但是它的性质又不一样 因为其实《J2》 我觉得它现在都变得 都已经有点不吸引 它过了它最吸引的时候 譬如我刚才跟你说 王Viu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卖《TV》 但是王Viu它是敢死是自由的 就是说《大叔的爱》 当年2018年 它在播放田中规的日本版 我是敢死去鸭寮街 买日本的卡 我飞去东京旅行 我是实时紧贴日本 看有繁体字幕版的《大叔的爱》 就是透过电话卡 看回香港的串林 其实它是做到的 然后去年它突破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和富士电视台 就是一次过买了十几套 《牧村托栽》的经典剧 《游长佳琦》 《戴爱世纪》 全部买回来了 然后它也开始 做一个叫做《Viu Original》的剧 就是今年年头开始 杜芝克就是负责这个部门了 是的 所以其实 挺適合它 我想说其实Viu 其实它最赚钱的地方不是香港 《王Viu》最赚钱的地方 其实是东南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他们那边的点播率 或者上下率 其实是超越了Netflix的 就是已经是当时的电营 电营的半年的 就是上半年的财务报告 已经是有提到这个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不过在杜芝克 是Based on 王Viu有的生意 去再打多些天下化 再推了那个 这个呢 这个大家 就是郑仙强 就管数了 这个就一体之了 这个就真的 就是 就是 看不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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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一件事 真的要知道 就是有线电视就存在卖盘 是 是的 那这件新闻呢 其实也是很突然的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有线 宽贫呢 就礼拜一就停牌了 然后呢 就开始大家又说了 原来就说据民 因为现在邱达昌呢 那本身就是 本身是他大股东 想退了嘛 是的 然后呢 就说现在他可能呢 有机会呢 就是 新世界的郑先生呢 就接手 进来了 其实不是 他是加多些 就是他拿多些 不知道 本来 总之就好像拿三成的股份 其实呢 有些 因为我今天写的东西 我都没有什么提出 新世界想接手有线 因为其实他们有个重要的见解 就是呢 剁了一个有线 收费电视的牌照 不要我全力搞 香港可以 嗯 其实根本这件事 一早就要做了 有线你还有什么点 可以想别人上客 如果你真的要看 我都看Now TV 如果我有Netflix 我已经有Netflix了 我已经 甚至我有钱到 可以看HBO 看My TV Super 可以看黄妙 我有什么点要看你有线 是不是呢 你想想 有线的新闻都给你自己 倒了米 都赶走人 那你还有什么点可以卖客 那我自己也觉得他们老化得很重要 就是二十多年已经老化到这样 那所以 但是呢 其实譬如 香港开电视呢 因为我都有见过一些人 其实呢 我就才知道呢 其实呢 嗯 因为我知道邱达昌 江湖传闻呢 邱达昌呢 本身其实都不是特别想做的 就是你知道他接了这个 有个任命 所以才不走 是的 但是这个问题 他又不是单一股东的嘛 就是新世界都是有份的嘛 那变了在execution 上面呢 其实就有些 处于有些两头年到岸 就是譬如有些人他很想做的 但是就做不到 你想想 你想想 王ViuTV MyTV Super TVB 全部都有IG 香港开电视是没有Instagram的 没人做的 不懂得做的 我想未必是没人懂得做的 而是他们想做 但是够 然后不是说没钱做的 那你知道 那些图片很旧的嘛 唉 是啊 总之就是 我都有反映过 我有跟一些高层反映过 其实高层 我知道他们是知道的 但是 他都说其实有阻力咯 喂 这个开电视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到现在是否真的 是否王喜进去短短的那段时间 想出来的呢 我想 我又没有听过 不是 我想是他们觉得奇妙电视 因为我要再去求整一下 但是开电视 我想是一些高层一次过想的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 开电视的契机就是奥运 直播奥运 因为真的很好 而你看到他们也都近来 除了 你知道很厉害 又播完东京奥运 又播完残奥 然后又播完全奥 然后接下来又说 不知道亚运是否可以 其实他们也播了多了 很多体育的直播比赛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出路 因为其实老实说 你买华购物都不是自己的 其实你都反映到 其实根本 阿优先生有多想搞好这个开电视 你没钱怎么搞呢 那又这么说 你见到如果交给郑生新世界 那只会 台真的跟那个波波颜色 一样的logo 真的会很红 因为他放在里面的新世界是好 但是我想说 其实都有个江湖传闻 就是说 其实可能根本他 郑先生 就是郑彥彤拿来做之后 其实可能他根本是交给他的儿子 交给他的儿子 那他儿子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那些人就 郑家淳嘛好像 是的 其实是不是就是想他 不是郑彤 sorry 郑家淳 郑家淳 郑家淳也是 是的 那郑家淳 怎么说呢 就是他还有个儿子 其实他的儿子就是 有那个 怎么说呢 政协那些 是的 还有他可能是交给他的儿子 郑智光做 郑智光可能就是想做 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都是一个串点 就是K11 有一个 是的 另外刚才也有人说 我忘记了说出来就是 为什么蓝view 要再分层另一间公司 就是经理人公司去另外做呢 有可能是不是铺路上市 有可能是分插铺路上市 也是这个可能 嗯 嗯 喂 这样 可以了 其实反而就是 现在又电视呢 就回去有少少 又有些 就是观众得益 就是说真的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很久没有了 有些人走过来 就 似乎 就是ViuTV那边 那个势是很厉害的 就是 最近呢 其实有点闷的 最近的收市呢 都一般的 都不是特别 都很厉害的 都差不多低 都没什么特别的焦点 可能大家 可能10月就是 9月就是 充电完 10月可能真的是淡季 我不知道是不是艺人街 是不是觉得10月是淡季 但是呢 因为11月呢 大家又有几件事要做的 全民造星4 嗯 这个肯定是 因为呢 也要说 现在呢9点半 还在播这个超感应学院的嘛 ViuTV 下个星期开始 因为今个星期结局 下个星期开始呢 就不是播剧了 开始播中毅了 9点半 其实他们是铺路 给全民造星4 11月4日 那然后加上 你知道年底 大家当然是充领奖礼 乐坛领奖礼 那然后台庆剧又上了 那我想可能10月 就叫静一点 到11月呢 就可能会开心一点 大家 就是可能会有些 有些话题 有些东西想看 现在音乐呢 你简单来说 现在的人看超级的音乐颁奖礼 想的期待 是多于其他那几个四台 是啊 还有叱咤 都是正常的 叱咤 还有就是你想想 其实那件事 近来呢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新的节目呢 录影呢 其实都可以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未播的 那个节目呢 就是叫做 说灵食的 让我先看看 就是灵食 叫灵食开仓 让我先看看 好像是 好像是 有两个印象 是的 其实他是有一个这样的 有一个这样的新的节目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看 因为他是朱芬做主持的 有阮小宜做嘉宾 咦 那有些像ViuTV 其实我觉得他们里面有些人 有些想 有心想做好 但是就是资源的问题 那我觉得大家就 就是拭目以待 其实还有下个星期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东西变得太快了 是啊 你看到我今天全个 全新的造型 还有全新的Studio 还有你听到是一个很实声的咪 是啊 多谢我们的网友都很关心我们 我们很喜欢听你的材料 不过我们的阴差阳赛 那些阴差就差一点 那现在终于都调教好了 那大家应该有些什么feedback 又可以告诉我们 还有现在每次你一出现 这条片都已经 最多是两万多 一万多这样的了 多谢你 其实 我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姑姑 我的家人是有 我有些读者 有些朋友是有看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我每个星期都是 你很少看这些成绩的 你是为了你自己写什么 看不及 你只是有些 那你现在去了这个环境 真的漂亮很多 还有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咪终于用到 因为其实 因为那时候 我经常都要找一个机会 可以方便到我 我就在我家里做 但是因为可能 你只是躲在房间 可能有咪 因为我又要用手机 原来又插不到咪 原来 就是早前 试过有一次 你晚上看着我和阿金 整两个傻子在那里 很逗的那些机 才知道原来 是要插电脑 才能用得到咪 所以今天 因为其实 在你跟我说 有观众 觉得声音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 我刚好 我家里也有跟我说 喂 不如你留意一下你的节目 你这些声音 是大是小 然后我说 是吗 是吗 好好好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 对这个 要和阿周说不好意思 也和各位观众 不要说不好意思 去到今天 我就终于 用了这个 我给大家看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麦 一个麦 我想阿周 应该听得最清楚 因为你现在在听 你应该收得很清楚 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 那我就放心了 那好吧 那你继续忙 我相信你一个新地方 一定有些新发展的 希望下个星期又继续留意 多谢你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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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